1971年,毛主席的儿媳刘思琪被捕,与他一同入狱的还有当时的丈夫杨茂芝。 绝望之际,刘思琪想到唯一一条生路,就是给父亲毛主席写信求助。 而伟人仅回复五个字,便顺利帮助两人逃过一劫。 那么刘思琪夫妇究竟是为何入狱,而毛主席又说了什么呢? 1961年,完成学业的刘思琪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门,从事翻译工作。 而此时,距离丈夫毛安英的牺牲已经过去了11年之久,她也由一个18岁的少女迈入了儿立之年。 从刚刚得知噩耗的痛不欲生,到渐渐走出丧肤之痛的阴影,刘思琪不知道流了多少泪水。 幸亏有父亲毛主席的关怀,支撑着她度过了这段人生低谷期。 毛安英走后,刘思琪的身份也从毛家儿媳变成了毛家女儿。 她在校读书期间,毛主席频频写家书,在信中亲戚的称呼她为亲爱的思琪儿,女儿,娃,还无谓不智道关心着她的思想学习工作等方方面面。 后来更是如同慈母一般,惦记着她的婚姻大事。 从最初的委婉开导,到后来的直言相劝,毛主席不止一次建议她开启新生活。 你为什么老不听劝呢?下决心结婚吧,是时候了。 1976年,刘思琪经个人介绍,认识了在空军学院做教员的杨茂芝。 而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杨茂芝,也因取了毛主席曾经的儿媳而渐渐被大众熟知。 说来也是有缘分。 在苏联留学时期,刘思琪和杨茂芝曾有过一面之缘,但并未有过交谈。 没想到再次重逢,双方竟然成了谈婚论嫁的对象。 杨茂芝为人忠厚老师,工作认真负责,人品和家庭也都没有问题,顺利通过了毛主席的审核。 得知两人结婚的喜讯,他高兴不已,亲笔将自己的两首诗词, 补蒜子永梅、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送去做纪念。 大婚当天,还突然送去300元钱作为陪嫁金。 年幼丧妇,成年丧夫,刘思琪在度过了艰难曲折的前半生后, 在儿立之年,终于再次走入婚姻殿堂。 与丈夫杨茂芝生下两儿两女,过上了幸福平淡的生活。 可到了六七十年代,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, 却又差点夺走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。 十年动荡时期,杨茂芝先是被停职检查, 紧接着又被调到济南,严惩,先后遭遇批判。 丈夫落难,远在北京的刘思琪心急如焚, 他本想去找毛主席求情, 可奈何根本连中南海的大门都进不去。 自从毛岸英去世后, 姜不仅收走了他进出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, 还对外放话,刘思琪不是家里人。 而这次丈夫杨茂芝的遭遇, 也和姜有着直接关系。 中南海求救无果, 刘思琪便决定亲自前往, 这也导致夫妻两人双双被关入牢房。 从简单询问到逼迫认罪, 漫长的牢狱监禁, 让刘思琪近乎绝望, 只好给父亲写信求救, 直通毛主席的信件, 没人敢从中阻拦。 因此这封信顺利地被送到了中南海。 看着信里的内容, 毛主席当然知道这是欲加之罪, 立即下令娃娃们无罪, 虽然只有寥寥五个字, 但这无异于是一根救命稻草。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指示下, 刘思琪和杨茂芝被无罪释放, 重获自由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 欢迎大家给视频点赞, 留言加个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 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